一些要点整理一下 再来的话定义名称 方便我们查询对照表格 这个当然在资料库里面 也会有对照的表格 只是说呢 如果我们在Excel里面的话 主要是在这边 就是定义名称 不过呢 如果因为已经定义好了 干脆讲删掉重来算了 你就像刚刚那个 我如果把它全部删掉的话 OK 那如果你要像这边一定就是发生错误了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改回来的话 大概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hotel 这边就它的相关资料都在这里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给它一个名称叫hotel detail 所以这边的话呢 toto hotel name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那我们需要什么呢 需要这个范围的话 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也许叫什么 hotel detail 所以 把那个名称再把它加回来 所以 这边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 这个 这个hotel name 可能要把它加一下 那hotel name 我先怎么样 如果我要定义一个名称比较快的方法 因为它名称就在上面嘛 那我干脆把这个选起来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按个确定 hotel name hotel name toto room 应该这个hotel name 应该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我把它删掉一下 它应该是指的 count if 应该是这里 所以controller 向下 它应该是抓这边 它算说有几间房间嘛 OK 所以应该这边 重许翻了一间顶端列 OK 这样才算的 不然我看奇怪 toto room 怎么都一间 那一个饭店只有一间房 那它根本就不用赚 OK 好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边的话叫做hotel detail 就刚刚我们那个名称 那所以呢 这个名称的话 假如没有 我们刚刚这边有 hotel detail 所以其实这个名称 根据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直接 定义那个名称的话 就是这个范围先选起来 然后在它的 那个左上角这边 直接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就叫做hotel detail enter一下 OK 那以后的话呢 这个范围 就是叫这个名称 那我们按F3 有没有 就可以抓得到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 刚刚有个叫root price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也会错误 那这边都错 这个地方为什么错呢 booking 所以 接下来的话booking 这个总表 那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 叫booking 名称的话 我先把它复制起来 就这个名称 所以我们 待会也许 可以试着把那个名称 又回 范围就是 从 一般 他刚刚是有选上面栏目名称 可是我觉得 我的习惯是不选 所以我就不选 cnt 向右向下 然后这个范围呢 叫booking enter一下 这样就OK了 你又切过来看一下 这样这边OK了 那price的话 这边还缺什么 Luca price 所以这个在哪里呢 基本上 Luca price在hotel的 这个区块 这两栏 所以呢 我的习惯还是这样 选这两个 Ctrl shift向下 OK 然后呢 就给它一个 名称 叫Luca price 不过 这边其实是可以 给预留一个伏笔 什么伏笔呢 就是 如果将来你这个栏位 这两个栏位怎么样 可能会增加资料的话 Ctrl shift向下 那你现在是固定的 所以有一招 Ctrl shift再向下 反正就让它选到最下面 如果你一加 它就会自动夹进去 这个是以后你资料 假如会有增加的话 那如果以后都不会增加 你就不用选到底下 这个方法的话 就活的 那你会说 这样会不会浪费空间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还不至于 只是会不会比较慢 理论上好像也不会 我试一下 OK Luca price 我们看一下 它还是很快的全部找到 只是说 那如果你担心说预留太多 会效率比较慢 应该是还好啦 如果你担心 不然你就不要选到最下面 你可能多选个预留个十个吧 OK 这样也OK吧 你不用Ctrl shift一直到下面 因为它等于多帮你预留了100万的 因为它最下面到104万了 所以它等于是预留104万的空间给你 我觉得有时候太大了 OK 那你可以再把它稍微修改 多增加一点点就好了 OK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等于我们就是建立了 这四个名称就OK了 另外的话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让这些名称 比如说像刚刚B2的话 我前面好像讲过 如果我通通要用名称来代替的话 那以后有个好处 就是BBA 完全一行都不用改 那要怎么做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总共到I欄的每一个 一欄就一个名称 那最简单的方法 游标放A1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选的时候记得包含栏位名称 为什么呢 因为我用什么 从选举范围建立 找到顶端列 那顶端列是什么 意思说这个名称 对应的就下面这个范围 这个对应的就下面这个范围 Easy A推 好按确定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你可以 把刚刚这个公式 的B2怎么样 改成Hotel就好了 F3 改成它上面的名称 打个勾 结果也会一样 可是 它这个地方如果改名称的好处 如果我们待会要把它改VBA的话 就完全不用改任何程式 只要跑一个回圈 再把公式贴上 那我们的VBA就写好了 完全不用修改 OK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名称的话 那你变成你要一直去改这些 有没有 这些名称 所以这边的话D2 那D2也可以把它改什么 D2 F3 F3 那我刚刚是check in 那我刚刚是check in 那我刚刚是check in D2把它改check in 那这个名称 然后 然後这边的话1 2的话是check out 所以F3 然后把它改成check out 然后这边的话 一樣改 Check In 所以 F3 這邊改 Check In 然後 H3 H就是這個 所以 H3 那就是 First Name OK 好 打個勾 那另外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上面 公式裡面 它這個名稱都是有意義的 那好 所以你以後看公式也會比較清楚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是 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什麼 把剛剛的名稱也許全部刪掉 第二個的話我剛剛建立了幾個 包含你剛才會壞掉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這邊會壞掉 所以你就重新建那個 Hotel Name 就這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範圍呢 就是要 Hotel Detail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什麼呢 那個還有那個這個Lugar Price這邊 那你可以 Ctrl 向下 這個範圍的話 它叫 Look Price 其他整個就是 Booking 另外的話呢 再把每一個欄建一個名稱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利用定義名稱的好處 相對的也會更接近 那個資料庫 以後的話呢 就類似像資料庫一樣的應用 OK 試一下 好 OK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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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